床作为我们每天晚上睡觉的地方 里面的讲究可多着呢 因为到了晚上因盛阳衰 睡眠中毫无防备的我们就有可能被一些脏东西所缠上 而如果我们在床头放上这八样东西 被缠上的概率则会大大增加 那么这八样东西分别是什么呢 床头一般说的就是做它 或者是做它 这是床铺的旁边摆放的位置 是连着床铺形成的整体设计 是人们伸手就会触碰的位置 因此在床头这个位置就有一点空间 有的人就会物尽其用 在床头上摆放一些东西 然后忽略了那些物品的风水作用 什么都会放 尤其是这八样 如果放了就会将鬼招到家里来 很容易影响住户的运势发展 一 床头不能放这八样东西 一 刀剑 刀剑虽然有镇宅辟邪的作用 但是一旦放在床头则会起反作用 时间久了不仅会扰乱人的睡眠 还会威胁到人的健康 以及破坏夫妻间的感情 床的气场是需要纯净平和 而刀剑属于金属利器 只能放在有凶煞的地方镇压煞器 将其挂在床头会使床的气场不稳 影响睡眠与健康 本 假话 由于真话需要养护 时间到了还会枯萎 因此很多人会在家里摆放假话 其实卧室床头是不能摆放假话的 它对卧室的气场会造成破坏 现在很多人还喜欢在客厅摆放假话 假草让人的视觉看上去能赏心悦目 但事实上 男女主人已婚的会出现婚姻问题 单身者出现桃花问题 甚至招惹别人的虚情假意 更加严重地会影响到家人的财运和投资 因为假花假草是不具备生命力的 对家人彼此间能产生好的效应 相对微弱 有的甚至会掺杂过多的金属在里头 甚至会对人体的健康带来隐患 家中的气场也会受到阻碍 假花一般都是由塑料制作而成 将它放在家中是存在一定危害的 因为真花属木 塑料花属火 棉质的花椰属木 不同种类的花放在某处 就会改变这地方的风水 所以最好要谨慎一些 假花假草大多数采用塑料 布衣以及金属丝等物品仿造而成 其所属的五行性质也就各不相同 增 神像 神像是不可以放在床头的 这是对神像的不尊重 一定要找光线充足 靠着墙的位置摆放 这样才能起到它的风水作用 在风水学中 神像的供奉和摆放是非常有讲究的 如果随意摆放的话 非但不能提升家园 反而还会犯了机会 所谓正神正伪装 神像的位置 应该是对应家居的胸脊方位来摆放 并且卧室一般是不能供奉神像的 因为这些物品的风水能量强劲 会对人的气韵形成克制和干扰 而且卧室是私密场所 把神放在卧室会有所冒犯 是大不敬 人对着庄严肃穆的神像 自然也会有敬畏心理 长久下去不利于睡眠 除了神像 一些来路不明的神佛 雕像和娃娃摆件也不宜摆放在床头 很容易招鬼 特别是晚上睡觉时 就会有鬼压床的现象出现 刺 刮画 在卧室的床头是可以摆放挂画的 不过要注意两点 首先是挂画的图案一定要谨慎选择 就比如最好不要挂黑色调 或者颜色过深色的画 因为这样的话 探上具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觉 会像诗人一样消沉 产生悲观心理 也会让你每天晚上都不能安睡 还有一些突兀之物 如舞婴 孤实的题材画不宜挂 反之可能产生灾祸事道 其次是床头挂画不能太大 床头挂画虽然可以增加卧室的优雅气氛 但是最好是以轻短小的画为好 切记厚重且很大的画和画框 如果有个万一的话 挂钩掉落就会出现意外之外 还会影响人的休息质量 给人一种压迫感 不 穿除 蝉除在风水中有稀采的作用 将其摆放在客厅面向门外 可以提升家中财运 但是如果摆放在卧室床头 则会起到反作用 有的人会把金蝉摆放在床头柜上 这样是不好 如果想要让金蝉起到招财的作用 那最好就是找到一个适合摆放的地方 比较大的地方 郑重的请上会更好 因为金蝉喜欢安静的环境 更喜欢干净的环境 但床是人们睡觉的地方 人们在睡觉的过程当中 是会排出体内的浊气 而你把金蝉摆放在床头 很容易就受到人们排出的浊气污染 使得金蝉不能发挥作用 不能为家人招财 其次是金蝉摆放在床头影响健康 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财运 对人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也特别的大 很容易就会让人生病 其实很多人喜欢使用金蝉 都是因为它们能有招财劲宝的作用 都是能驱邪辟邪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在家中摆放金蝉 但感觉自己还是没有财运 甚至有时候还会倒霉 这就是金蝉处理煞气的方式是很特别的 先是把煞气吸引进来了 然后吞噬 而摆放在床头上的话 就会导致煞气附着在人们的身体上 会给健康方面带来一定的麻烦 因此在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金蝉的摆放正不正确 六 古董 有不少的朋友喜欢收藏古董 但是古董的阴气较重 气场很强 摆放在卧室的话 容易影响居住者的健康 文物或古旧物件都是属于过时的物件 风水上最强调的就是旺旗或当忙 而不是接触一些过时的物件 有很多古董虽然值钱 但是现在都用不上了 如果房间里摆上很多的文物或古旧物件 工作上容易没有精神 不受重用 经常会想睡觉 经常做奇怪的梦 不利于健康和运势 请 镜子 镜子在风水上有反射的作用 不适合放在床头 不仅容易招来脏东西 还会将家里的财运全部反射出去 因此镜子不宜对着窗 镜子在风水上的作用 主要用来针对对冲而来的凶煞 把煞气反射出去 以免被凶煞冲破而受损 因此 睡房的任何一边若有镜子对照着 都是不利的 除可影响健康和夫妻感情外 还可影响财运 子嗣等 尤其是床尾的位置更不可挂镜子 因为这块镜子就像一块射魂镜 会令该房的人情绪不烂 刺激人们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 引起人们的情绪恐慌 但祖先排位 从风水上来看 祖先的排位阴气很重 不适合摆放在卧室 更不适合放在床头 如果这样摆放 时间久了 会使居住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卧室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也是我们隐私的地方 晚上睡觉衣着不整 睡觉时候 星辰代谢 排出的污着之气都会影响祖先 这是大大的不敬之意 等 在床头放什么带来好运 我们会在床头放很多的生活用品 如果能够放这几样东西 就可以帮助自己的运势增长 因为这些物品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都是有利于主人生财的 一 床头放一杯水 床头放一杯水 不光可以在半夜口渴的时候喝 还可以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好运 不要是饮料 尤其是碳酸饮料 只有身体好一些才会迎接自己的运势 对 床头放书 看书可以增长知识 不管是在家中的哪个位置来摆放书籍 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选择在床头摆放书籍 就会大大的增强考学的运气 如果家里面是有需要考学 或者是参加各种考试的人 还是在其床头摆放一些常用的书籍 床头放狐狸摆件 狐狸其实能给人带 来好运尤其是财运方面的运势 所以想要增强自己的财运 就可以在床头放关于狐狸的摆件 但是切记不以摆件过大 适中的摆件才会对财运有所影响 而且在颜色的选择上是以红色为主 可以增强财运 酥 橘子 橘子皮 橘子它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味 把它放在室内的话 除了能去除异味 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把它放在床头还能促进睡眠 就算是浅睡眠的人也能快速睡着 第二天醒来精神夜会很好 工作效率也会提高 那么事业也能得到发展 财运越来越好 总之卧室关乎着人稀祸福 如果不注重风水 很容易就将鬼招来 引起自己的情绪变化 而且睡眠不好 第二天的精神也是很糟糕的 因此为了自己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自己的床头还是需要注意布局 这样才能够让卧室里的气场 属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